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今天买了些黑豆 想要她俩和大家分享一道养生做法 黑豆每一粒都是饱 平时我们要多吃一些 很多朋友都爱用黑豆熬粥 要么做别的食品 却都不知道黑豆其实还有一种做法 比煮粥吃营养价值更高 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 黑豆我们先放入大碗中 然后加入温水 就这样浸泡三个小时以上 经过浸泡的黑豆 大家看一下 全部都变得胖乎乎的了 直接取出来 放入清水中 抓洗几下 洗掉表面的灰尘污渍 再拿出来放入蒸地中 将黑豆铺平 这样能够使黑豆受热均匀 放到蒸锅下 盖上盖子 大火蒸30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盖子 把蒸好的黑豆盛出来 室温下自然放凉 准备一块洗净的生姜 切小片 装入碗中备用 现在准备料汁 锅里倒入一碗香醋 拌碗生抽 比例是2比1 再把切好的生姜也夹进来 盖上盖子大火烧开 打开盖子后 转小火煮5分钟 这样调出来的料汁 泡黑豆 比单纯的粗泡黑豆 吃起来口感更好 加入生姜 能够活血驱寒 特别是天冷的吃 能够温下胶脂寒 现在我们的料汁 就已经煮好了 打入大量杯中 室温下自然放凉 现在准备两个消耗毒的密封罐 把放凉的黑豆装进罐子里 不用装的太满 苹果预留适当的位置 然后把料汁也夹进来 刚好抹过黑豆就可以 最后把姜片也夹进来 这个生姜也是可以吃的 然后盖上盖子 密封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季节放在室温下就可以 不用放进冰箱 浸泡两三天就可以食用了 用姜片搭配粗泡的黑豆 最好是早上食用 效果最佳 每次吃个一两勺 对人体好处非常多 常吃粗泡黑豆 腱皮氧味 没有人养盐 还能预防便秘 不胜壮骨 黑发 像中老年 头发白了比较早 比较多的 都可以吃一点 这个猪果黑豆 效果非常好 老话说 不要一堆 不如黑豆一把 非常好的养生黑豆 分享给大家 喜欢的朋友 就收藏加关注吧 每天会分享 不一样的美食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